Google文件 Google文件它事實上就是什麼 就是健康的OB 當然現在也是越做越好 而且你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就是 有點類似網路音碟那種感覺 當然如果說只是單純要提供網路音碟 那網路上還很多人都可以用 都沒有關係 但重點就是說 今天 剛好可以聽到這個Google文件 首先 既然你要把它當作一個音碟來用 你還是要會怎麼樣 建立文件值簡單來講 這就是資料獎 不然的話 跟你們桌面一樣有時候會買出來 沒有太多的 好太多東西的話事實上不太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您在這邊有沒有直接從這邊進去就好了 Google文件 進來之後呢 可能就比較多一點東西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在我左手邊 等一下左手邊這邊 會有比較多的那些資料獎 有 有沒有我的文件體好像資料獎一樣 我還是要分門結列整理好 因為你不整理 你看一進來就看到那麼多 到最後就懶得用 因為他們都舉在一起 那麼 我就可以把 你的這邊 你可以建立文件體 你看 有沒有覺得這些都很熟悉 對不對 這些都蠻熟悉的 原則上這些都一樣 跟Office一樣 檔案的時候呢 你可以從這邊 上傳 單一個檔案還是資料獎 不過原則上如果你要上傳資料獎 必須要用這個Google的才行 如果你是用這個奇納佛弧啊 或者是IE的話 可能只能上傳檔案 你會兩個三個沒關係 但是就是不能整個資料獎 如果 我現在上傳這個檔案的時候呢 就是 是否轉換為Google文件 因為其實原本Google文件的用逸 當然它就是當作是限上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要能夠限上編輯 那 它現在呢就是說 你在轉換的時候 會有一些限制 你看 這是最新檔案 就是說 如果是在那個檔案 你要轉換成Google文件 也就是說 你不需要在線上編輯 要把它當作是限制空間 那麼它最大是三個轉換 但是大概你也能夠這樣做 不長很久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轉換成Google文件 也就是說 你要轉換成Google文件的時候 它的檔案就沒那麼大 所以我這樣就不想 可以看人家這個問題 有超點多 來 它有一些限制 所以你可以自己看看 你看我們這個 這個 限能的話 主要就是兩個檔案 就不多 老實講如果你要限量 你就是限量給你 所以我通常都會把這個 面當作一個 檔案 有時候提示 還是說 比較方便的 那再來就是 如果是自上檔 或是直面檔 沒有 然後呢 簡報的話是直面檔 PDF也是直面檔 所以通常我告訴你 是這兩個 我用的在做 用的就是比較多 那麼你看 如果沒有轉換的話 就是直進的那 那 那 好 比如說你看 我打一個 然後我桌面上的 好 今天如果我在這邊 我們剛剛有一個 適合的轉換 好在這裡 就按開啟 看吧 你轉換成google格式 如果你轉換成google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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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就是你可以在線上直接進去 如果沒有轉換 那很單純 好像慢慢有空間 所以我現在先轉換一下 打個勾 那我建議各位 最好都勾起來 因為有時候你會忘記 好 上傳 好 現在傳上去了 OK 好了 有沒有出來了對不對 對不對 那因為我剛才有轉換 所以我點一下 線上的這個ysail表格 都可以開始教你 一般來講 ysail 簡報 大部分沒什麼 你看 這就可以好像沒有 比較一樣 可以直接在上面編 好 直接在上面編 這樣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轉換的 好 沒有轉換的 比如說 好 我們來看 沒有轉換的 像我在這邊 有一個 你從前面轉換 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什麼樣的 測試 對不對 好 點一下它 這個就是沒有轉換的 雖然檔案小 但是沒有轉換也沒關係 因為你可以看 對不對 你可以正常看到 只是說 這個 這個就不能編輯 有沒有 就沒辦法 好 那麼不管你有沒有 可不可以編輯 有一個很重要的 它有一個功能 叫做 修訂版本 因為 線上文件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大家怎樣 協同工作 也就是說 今天這個文件 我編輯了 安逸編輯了 那麼 到底誰 編輯了什麼 或者你自己 可能會做調整 對不對 那到底說 你的版本 你看我這邊有沒有不同版本 所以你可以隨時怎樣 回復回去 回到過去 怎麼樣 不是回到未來 是回到過去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就很快的 就把它 就是回到以前的版本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你看 比如說像這個好了 這個是我編輯的 我點一下 進來 這個沒有編輯 所以是沒有轉換的 對不對 沒有轉換就是沒有那些工具鏈 所以 但是呢 你就算沒有Office 你還是可以正常打開 還是可以正常打開 可以看 那你可以把它下載一下 OK 把它下載一下 那這個呢 這個應該沒有長的 有兩個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隨時要回復 就可以回去 好 所以這個是大致上 Google文件 主要的一個功能 先 見幾個資料夾看看 好 那麼 如果說你傳上去的 比如說這個我傳進來了 那我可以歸類整理 你不要前面打個光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叫整理 那當然 它的不是真正資料夾 所以你可以學資質量 這是屬於上課用的 也是屬於測試用的 有沒有 你可以試試勾起來 那我就探望變更 這個打開是屬於這兩個 這樣 好 那我就把後面還給各位 你可以先進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文件裡面 稍微嘗試看看 那當然它預設的話 是只有一區 一區 所以老實講 也不算太多 不算太多 但是 你可以當做它 就是一個屬於空間也好 那如果你覺得真的不夠了 你再試看看 那不要付費這樣 可以 共用 那麼共用的話 你點到它 點到它 在這裡 有沒有叫共用 你可以直接就是說 傳送 用這個 傳送沒有的方式 幫助線用也可以 好 那一般的共用 我們會用這一個 你把它點一下 好 它就會告訴你了 好 你看 綠色是屬於私人的 有沒有 可能自己看 那我現在就來這邊 變更一下 當然如果你要指定誰可以用 你就可以從你的空訊錄 或者直接打開去 那我們就跟它說 我這邊變更 怎麼樣 私裡有三種方法 三種方法 一種就是公開在網路上 也就是說 透過收信情 你是可以找得到 你 但是這樣 一般來講 比較危險 大多數就是說 哎 我只要給什麼 有連結的你就好了 因為我在廟裡面 會直接把這個超連結給你 好 所以我們通常用別的 那我按這個 好 那原則上 不需要 不需要到編輯 然後 就按出身 這個時候呢 它會產生一個 王子給你 有沒有看到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你現在呢 就可以 比如說如果連上去沒有記憶 你就按一下 它就會打開去 然後把你的 那個超連結 淋過去 好 超連結就放在裡面 那麼如果你不要 就直接從上面直接抠也可以 好 都是一樣的道理 有沒有看到這裡 後面有超連結 對不對 你要點到這個 那 比如說我到這邊 好 我直接把它付出去 我在IE給各位看 好 你在IE 進到這邊 推上 那對方呢 點了這個超連結之後呢 它看到的畫面 就是像這樣 因為我這個文件 是你轉換成那個 Google文件的 所以它會直接看到這樣 如果沒有 不是那個 Google文件的話 它就會出現一個下載 你也可以從 如果自己Google文件 直接下載 有沒有 直接把它存下來 那假設我是反按的 它這邊就有一個下載 那個按鈕可以按 之後直接下載 那您大概了解了吧 這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做 類似 好像這個 隨身碟的方式 不管你是有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都可以 好 那麼 這個就把它存下來 OK 這個是有在動用的部分 那麼 當然 如果你要上傳資料夾 或者用拖曳的方式上傳 你必須要用不活的瀏覽器 我們剛剛是用選的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拖曳的 跟這個郵件一樣 這裡 這是因為我們等一下再講到 我們先給各位看 可能還要裝這個 不過因為我這邊沒有全線可以裝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Google的 線上的這種文件 是不是有檔案大小的限制 握得了Mega嗎 可是有時候 我的檔案 我就 覺得比較大 或者說 我在線上我覺得比較不方便編輯 其實 Google 有幫微軟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幫微軟的office 進行雲端 你說說 你在 你自己的電腦面編好了 那你存檔的時候 他就送一份到我的Google文件裡面 那麼 這一張 你可以 比如說我到學校電腦 或者是到理系電腦面 我才把它下載下來 那麼你有修改了對不對 修改了之後 他就會很像 再把它儲存起來 那你存檔的時候 他要再送一份上來 比如說他會把你一樣編輯的歷程 才會記錄下來 這個編輯的歷程有記錄下來 可是 等於說我在存檔的時候 除了自己電腦沒有存在 雲端也存一份 就像我們OBIS 200 就有這樣的概念 對不對 可是那個200才能夠用啊 那 你有一個 叫做 Google的Cloud Connect 所以 這個 不管你是2003 2007 2001 都可以用 好 所以現在這個就有 那我們來這邊 到這個網址給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進 有沒有進來之後會像這樣 那 你要下載一個這個 你裝起來之後呢 在你的這個 應該說 Word的或 OBIS系列裡面 會多一個工具列 多一個 他有一個網線 你看影片可能就比較清楚